中央这次又重新定调了楼市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是每一次中央定调楼市的背后 都释放出了不同的信号 对接下来的房地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 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释放了哪些重大的房地产信号 对于未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买房 到底有没有帮助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这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 对于这个房地产只提出了两点要求 当然我们的一个大环境 还是属于房住不炒 第一个信号就是支持刚性 以及改善性群体的住房合理要求 这个可能就是老生常谈 但是在每一次释放信号的背后 都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怎么看 首先我们来说刚性需求 什么是刚性需求 就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 我们不得不买房子 比如说结婚 比如说上学 比如说赡养老人 当然说的都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城市当中发展 我们发展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房子 这就是刚性需求 那我们也知道 在之前房价这么高 很多人买房子是买不起的 年年凑首付 年年房价都在涨 结果死活买不起 那即使能够买得起 也是掏空了六个口袋 还要面对30年的房贷 其实很多人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那么当前为了支持刚性需求买房 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房住不炒 一直在执行 从来没有松动过 什么叫房住不炒 就是重申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厂的 那也就意味着 未来我们房子的金融属性 会慢慢的消退 那也就是说呢 未来我们的房价 不会像之前涨的那么猛 如果说房价非要涨的话 那一定是符合经济形势的 也是符合呢 通货膨胀的 不会像之前 无截止的有人操盘 让他涨价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 也就是说 我们买的房子 能够让我们的成本降低 不会像之前 房产泡沫那么严重 而我们不得不买 掏空我们的家底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楼市 会持续的松绑 我们也知道呢 过去我们的经济 完全是靠房地产来带动的 房地产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但是近几年来呢 我们国内外的形势很复杂 就国内来讲 首先就是有三年的疫情 老百姓的收入减少 甚至呢 很多人负债 还有呢 楼市有了房住不炒 炒房客之前囤的房子也好 还有呢 这个开发商欠的账也好 总之楼市的危机很多 搞得老百姓不敢买房子了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2021年一直在调控 到了2022年 楼市全面的放松 仍然还有很多人不想买房子 在观望 说白了 老百姓对楼市的信心已经消失了 那现在呢 房地产又是我们的顶梁柱 离不开 怎么办 楼市全面的放开 这是建立在房住不炒的基础上 房子的价格稳定了 合理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全面的放松 2022年的放松 让有一部分人已经看到希望了 也在买房子了 那么这个力度还不够 到了2023年 松绑的迹象还会持续 以后可以这么讲 我们楼市的松绑呢 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买房子就会变得更容易 还有呢 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就业问题 以及收入问题 我们想要买房子得首先有钱 可是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现在的普通老百姓会感觉一点 我们挣钱很难 并且呢很多行业竞争都非常激烈 或者说呢非常的内却 很多年轻人选择的是躺平 而不是努力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现在的钱很难挣 所以呢 要想买房子 首先得有钱 这个钱就是需要去改善民生 需要呢去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需要呢去振兴我们现在的实体经济 只有老百姓的兜里边有钱了 老百姓的负债降了 老百姓手里面有多余的钱了 才能够再次拿钱进入到楼市 如果没有钱光指着银行的贷款 那简直就是一句空谈 所以呢 这次释放的信号就是说呢 连同房产 连同我们的金融 连同我们的民生 全部改善来支持刚性需求 还有呢 我们说到的改善性需求的群体 什么是改善性的需求啊 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住在农村 对吧 我们现在想到城市当中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到城市当中买房子 买房的目的 就是说我要改善我目前的生活状况 那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呢 未来会更加的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 并且呢 在针对农民工买房的这个政策上面 会有更多的鼓励出台 就像我们现在楼市全面放松一样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要阴沉失策 为什么很多人买不了房子 还有一个限购限售在里面 很多城市呢买第一套房子很容易 可是呢 当你去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难度虎 比如说我们的首付会提高到50% 甚至60% 我们的利率呢 会翻倍 会增加20% 甚至是30% 这无疑呢 是增加了我们买房的负担 所以呢 很多人在不缺房子的情况下呢 就觉得这个房子可有可无 于是呢 就观望 就不买房子 什么时候能够针对城市的一个规模 来进行房产的放松 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楼市真正的放松了 也就是说我们想买就买 不想买就不买 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未来呢 在这方面可能还会加大鼓励 还有第三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风险化解 其实改善型的群体买房子 就是要改善自己整体的生活环境 那同时呢 我们买的房子也要比以前好 以前呢 我们可能住的是老旧小区 现在呢 我就想换一个高端的小区 封闭的小区 可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拿到的是难尾楼 即使能够办下来不动产制 可是我们房子的质量问题怎么办呢 这就是楼市现在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些风险的问题 也在未来会得到解决 从2022年下半年 我们可以看到有保交楼的政策 到了今年呢 针对开发商也要求呢 降负债 那就是对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买房负责 所以把这一点做好了呢 未来我们的这个刚性需求 以及呢改善性的需求 就会呢大大的释放到市场当中 如果不能够重塑老百姓的信心 我相信这个楼市 仍然不会再次活起来 还有释放的第二个重要信号呢 就是说超大型特大型的城市 进行城中村的改造 以及加快保障房的建设 那么我们知道呢 很多超大型的城市当中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 都会有一些城中村 城中村呢 对我们普通的居民住行来讲的话 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经常看到呢 有一些城中村啊 这个网线是乱拉的 这个电线呢 也是不符合标准的 而且呢楼道比较狭窄 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呢 不堪设想 那么在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 显然城中村呢 也不适合我们老百姓记住 同样呢 也影响市容市貌 那未来呢 在对超大型城市的这些城中村 进行拆迁的时候呢 也要有一些注意 这就是释放的信号 那很多人说 那说改造实际上不就是拆迁吗 那如果拆迁的话 是不是又回到了2017年到2018年的状态 当然不会 因为2017年到2018年 涨价实在太猛了 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所以呢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那么未来对于超大型城市 特大型城市的城中村改造 是有两个方面的改变的 第一肯定是离不开拆迁 但是以前的拆迁叫货币化安置 现在呢 叫房票安置 以前如果是货币化安置的话呢 那这些钱就会马上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短时间内一个城市呢 就会造出大量的刚性需求 间接的呢 让这个城市的房价上涨 现在呢 属于是房票安置 就是给你一个凭证 可以指定到这个城市的区域去买房子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这个钱就不会被挪作他用 而是呢 直接转嫁到房子上面 就没有所谓的金融风险 那第二呢 还有我们说到的保障房和安置房 这一点呢 在我们国内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经常性的听说到保障房 可是呢 我们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名额去申请 或者说没有资格去申请 那么未来在这一块呢 如果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去加快保障型的住房 那对于呢 刚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 年轻人和这个低收入人群来讲呢 就是一个特大的保障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住有所居 通过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 对楼市的定调呢 我们至少知道 未来楼市三个方面的基调 第一房住不吵呢 仍然是主基调 是房产能够健康平稳发展的 一个大框架 这一点始终没有变 不论你在三四线城市 还是在一二线城市 都离不开房住不少 所以该紧的还是会紧 那么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正常的需求呢 还是有政策宽松的一面 所以我们买房子会越来越容易 第二点呢 就是会从大的方向 多方面来解决 楼市的历史遗留问题 比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这个难尾楼 现在呢有保交楼 还有呢 之前的这个资金被挪作他用 未来呢 监管部门会发力 还有呢 我们所说的质量问题 预售问题 公摊问题 都在未来会得到解决 总之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一天不解决 老百姓买房的信心 就树立不起来 老百姓的信心树立不起来 那么对于未来楼市的健康发展 就有极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从国家层面不愿意看见的 还有呢 第三个方面 就是说呢 我们的房子已经不具备炒的可能了 未来我们的这个炒房客会加速离场直至完全没有炒房客 未来呢 我们买房子 就是有需求就买 没有需求就不买 不会呢 让你产生任何焦虑 不会呢 再让你觉得只有买房子才能够发家致富 所以说房子的金融属性的消退 这个房子呢 就不具备炒的可能了 而且呢 未来房地产税一定会来 那么楼市也会健康的发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